动物园 我们生活在一个像动物园的世界 我们被喂食 被各种娱乐喂食至饱满 我们开始不再问 这是为何 我们的反应都是表现级别人汉 如何的繁荣 其实都是在龙子里 在同一盘死水内 吃喝拉撒的动物 你自在广场中写到 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坟墓 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幻歌 你会被教育成一个坏人 见死不够吃喝拉撒的动物 我们不需要害怕猎人的攻击 我们的意识会在自己娱乐中死去 你以波兹曼所说的是预言 我们的生活就是表现级上层的人汉 老讯说道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绝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事种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事不必以为不幸的 幼稚园也是屠杀小朋友的地方 教育他们信从和听话 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只会吃和拉 和造气吸别人汉的东西 我们不会被饿死 更会胃到你不能再吃 没有饥饿也没有革命问题 我们可以在龙内享受各种娱乐 但你永远不能离开 活在这龙中 你却要努力工作 赚钱去交租 向着虚假的梦想卖尽 每天进食 然后排便 每天在龙中做一些动作吸主人汉 我们死去时不需要伤心 因为很快就会有人 指示此伦和此律 你别再做无谓的抵抗 接受成为一个污族的人 天天在分钱堆过活白 不要听别人指马 拥抱那污糟的金钱